疫苗才刚刚见到曙光 病毒却发生了变异 英国近日发现新冠病毒新毒株 传染性比现在的新冠病毒高出西程 这个消息一出 各国一下子炸了锅 赶紧关好自家大门 爱尔兰 德国 意大利 荷兰和比利时 上周末一陆续宣布 紧急停止来往英国的航班 现在已经有40多个国家及地区 对英国实施了旅行禁令 香港这次反应也很迅速 立即宣布包括香港居民在内 虽有过去14天 曾逗留英国超过2小时人士 禁止登机来港 已经由英国抵港的人士 在完成14天酒店强制检疫隔离后 需额外强制留在驱逐地点 或私人出所7日 这也就意味着 星期内英国载客航班 将不能抵港 本来打算从英国回港 度过圣诞和新年假期的港人 恐怕只能将计划搁置了 为了遏制新变种病毒株 在英国继续扩散 英国宣布20日起 伦敦疫情情报等级升至第4级 居民不可到其他地区旅行 其他地区居民 也不可进入第4级地区 英国首相约翰逊 宣布这一消息时 距离正式实施 仅8小时 噩梦突然来袭 数以千计民众 抢在凤城前夕 透过铁路和公路逃离伦敦 各大车站 一下子变得人潮汹涌 圣潘克拉斯车站 帕丁顿车站 和国王十字站等各车站的车票 都被抢勾一空 有英国媒体形容 现场宛如战区出现逃难潮 英国卫生大臣 汉考克就批评说 逃离行径 其实非常不负责任 这一幕着实令人揪心 但更让人担心的是 新冠病毒突变 刚刚才问世的疫苗 会否就此失效 也有科学家担心 病毒如此诡计多端 未来大家接种疫苗 可能迫使病毒 产生新的适应和突变 从而帮助它 避免或抵抗免疫反应 真希望医学前进的步伐 再快点 追上病毒变异的速度